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内蒙古队的洪志笑到了最后 当然这个吕欣老师在最终决赛当中晚节不保 最后一盘棋在成河的情况下即可夺冠 最终被洪志超出 但这盘棋招法比较长 我们想到这个时间可能讲起来比较紧凑 那么我们下面选讲的这盘棋 是第三轮洪志对阵赵欣欣的精彩队局 洪志先走他采用的是骑马局 黑方采用足击击 然后红方兵器击 这个棋就等于是上了双方斗三手 没有绝对的开局了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 那么走到这儿黑方有多种走法 包括最为激烈的可能就是走狙久击击 直接掌局 对 本局黑方选择的马尔棋一 马尔棋一这招棋就是比较稳健 他想不起单踢马 单踢马的特点就是两个马都比较安全 阵型应该说也比较灵活 接下来红方 红志选择炮平衣 准备把子弟的晾出来 跟对方进行纠缠 黑方出狙 红方也出狙 出狙以后 第一杆应该是黑方走炮八进四 要亲炮风狙 对 这招棋我觉得还挺大的 红方既然走了炮平衣 就不用不担心黑方这个风狙 是不是这么一个考虑 赵熙熙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觉得可能红志对这个旗 有一定的研究和准备 所以他临场当中 他就变了一个狙击 赵熙熙起风 应该说也比较灵活多变 并且他在对攻站的时候 杀法比较准确 但是他这个炮八进四 这个就是说的是可以选择的一种走法 就是对红方可能 这空间的限制的比较大 就让红方不容易舒展 红方如果炮八进二的话 准备对三兵 炮八进二 黑方就可以居一或者炮二平三了 因为还是太慢 你对三兵对方还有四兵见面的这种可能 对 可能红方可能炮八平九 走成双方纠缠的这种气 总之这个黑方炮八进四是一路值得研究的这种走法 我认为黑方还是可可行的 实际当中黑方走了一个狙击 就是说黑方想加强或者说加快大子的出动 这儿红方就等于正上这个循环鞠了 对 黑方这只好也是一个对鞠 黑方不对呢 他可能怕红方平三级 他感觉吃亏 对 比如说你走鞠平三 那红方先对这个三兵 你要接受 对到以后 他先攻你的马 对 他这个足度还没冲起来 他动作稍慢一点 所以他感觉不愿红方碰这三兵 这儿红方呢就接受对局 这个不对也没有什么好的位置 对 不对的你就慢了 红方接下来呢 抢了这个马进六的先手 因为黑方的是单体马 正好红方呢去攻击呢 黑方这个中足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对 黑方这跳马看入 对 然后红方走炮八平五 这个正好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散手战的起 怎么一下就转成中炮了 对 那这个单体马 就按您说的这个中路是不是薄弱 对 所以说这个拘金 这个他也没有想到吧 可能没想到红方 对 紫利走得这么灵活 就说因为毕竟红方这个中间没有放子 就是他下面飞起来 对 他是有可能跳马以后再来还中炮 是啊 但是这个起呢就是说黑方呢 也并不是说的 就多么的啊 有什么不好的这个结果 黑方也能接受 但是就是说 他当时走狙击的时候呢 他可能要考虑到这个环节 对 人家进狙 你要对狙 对员狙 他正好上马上先手 红方有捕炮的这个机会 对 就是作为棋手来讲呢 不仅说你要打普打的好 平时研究研究好 你还要有自己的战略眼光 对 就说这个棋局向什么地方发展 然后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 我心里呢怎么来 好 审局夺势嘛 对 再加上一些具体的计算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从时任来讲呢 他还是不愿意让红方夺取这个控头棒 对 他就飞了一种像 比如说比较飘逸的走法 还有什么炮轮进刺 直接点进来 对 如果你马轮进武蹬 我就马骑进武 你打我 打掉我 我炮轮瓶漆 炮轮瓶漆 对 这个对攻的一个质量 就这个棋呢 红方的居碗 这个黑方呢也是一种思路 打掉你 然后你飞下 然后黑方再走 居于平流 将来呢什么 卡尔路啊 点兵线啊 冲击足 这个棋也是对攻的 红方有个空头炮 但是暂时没有一个攻势 红方暂时发不表力 对 紫出的慢一些 就黑方呢 这也是一种思路 对 下棋啊 最主要是思路 有了思路以后 你这个计算 才能跟得上 如果思路没有的话 你根本看不到 就是想当然 那我想也就 飞个像 飞个像倒也可以 红方居九平半 桌是一个线手 对 你对 帕尔平四平一步 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直观的 直取中足 对 因为这个棋如果登掉的话 红方至少打一将以后 要多兵 而且你这个居的位置差 红方将来居八进五 这个点上 黑方这个时候呢 绝对不能跟得上 他不能换 对 黑方走 不换呢 他有两种走法 一个是马七进八 一个是他的居一平六 按实战之走的居一平六 马进八呢 就是这个棋呢 有点偏 就是七走的 一般的思维呢 不往这个地方想 是 但实际上呢 这张棋倒还 也可以 就说你马五退三的时候 他对方有居一平七 对 这个地方 他有一定的反击 黑 红方主要这个三路马 是比较弱的 对 如果冲中兵的话 他马八进七登进来 对啊 那就说黑方呢 将来有七族能赌合 对 对红方也有威胁 这个跳外马 也是值得学习的一步棋 就说 当你对中马 你感觉吃亏嘛 对 他走居一平六 好像不如这个 走马七进八呀 对 他居一平六 也是想赶紧居六进二桌一桌 但这个棋啊 两个人进入了一个棋规 就说如果你居六进二的话 你居六进二我马五退六 回来 你再居六进二 他又马六进五 就假设如果这么循环 反复 那就是应该是黑方便招吧 对 居六退二是一个桌 根据我们 那准备桌子 我们的中规呢 中国规则 对 黑方比较变招 那黑方呢 这个马六进五是一桌 马五退六是一先 对 黑方是两桌比较变招 但是你再补齐的话呢 你将来还是要丢兵 对 还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居一平六 看来不如马进八 更有一些反弹 他是不是也没想到 人家这个有一个居八进五 一个居八进五 按说能看到 这个是红方只有这一个点吧 对 也是 对吧 你走这个点慢嘛 这个点人居六进五了 那他居六进五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就比较实惠 强行就把这个足弹砍掉了 红市呢 这一次下的确实还是不错 对 从他这前几轮这个气势上来看呢 他这选点呢 也是比较正确的 并且这个中局呢 这个这次发挥的非常好 其实这几大高手呢 水平也都很接近 对 甚至赛前大家非常看好 王天一或郑维彤 但是郑维彤呢 上来就两连败 对 预选赛也没有 那个打得好的成绩 对 预选赛就说的进不去了 他是分成两个组 对 一共是15名这个顶尖的男子 这个冠军棋手 分成两个 AB两个组 然后预选赛呢 下七轮 每个组选两个人 对 最终四强呢 是这个王天一 红志 然后吕钦老师 还有这个赵欣欣特大 对 那就是说这个变化确实呢 而且今年的这个碧桂园 也是让大家这个 齐迷是最开心的 因为这个一共下了 这个12盘棋吧 好像就分了三盘胜负 合棋比较多 对 一共就是有 不 不说错 就三盘没有分胜负 对对对 就只有三盘合棋 然后有九盘棋是分胜负 然后这个洪志拿了冠军呢 是三胜 一合两负 对 他这个 拼得非常惨 对 拼得非常的凶 这个四位高手 这个下起来 就是双方的都是各有胜负 双方就是拼得比较凶 对 那黑方 G612 红方 马虎负6 因为这几个人的风格呀 红志 赵欣欣 吕钦 王天一 对 他们的风格都是比较凶的风格 是啊 那你要是上来 其他的几个 徐云川 郑威彤 他们上来 可能合棋就会多了 对 这个风格不一样 本来徐云川下的也不错 但后来 徐老师也很可惜呀 非常这个出人意料的 又这个没有能进入最终的决赛 对 可能预赛最后两盘棋 发挥不是特别理想 炮酒推二 然后红方 聚三推一 聚三推一 嗯 这个局呢 反正不能老放在险地 对 红方这个 一上来吃两个兵 还是 炮酒平七一打 对 红方聚三平二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整体上来看的 就是双方呢 围绕这个中路 还有三路线这个战斗了 对 然后红方呢 现在是多兵 红方的位置呢 暂时呢 还没有把所有的位置 齐掉好 所以说 对于黑方来讲呢 现在这是一个难题 就是这个局面 怎么去发展 对 怎么能够 使自己呢 继续这个局面呢 富有这种 对航性 对 黑方这一招去一走 这个棋 整体的局面 就倒向了红方 就赵新兴可能 这个关键的时候 对 赵新兴可能也没有 当时没有多想 可能是 对 他没有想到这个局面呢 这么严重 因为这个单体码啊 确实那个编码太远 是 有时候给不上力气 给不上力气 现在红方 现在红方有中兵 有三兵 这个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对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可以考虑走这个炮色平衫 对红方这个两个线啊 都有危险 都有危险 暂时呢 我不动 看你怎么动 对 将来这个棋呢 有足三进一 打这个底下 然后这边打蒙武 这个棋 对 可能会比较含蓄 对红方的考验比较多 因为红方暂时呢 这个棋不容易的呢 发动了这个 非常凶猛的这个进行 炮四平三 是不是也防止了 红方兵武进一 冲兵这正好打出去 是 是不是很可能 对 但是平炮 黑方 红方该怎么 选择 马三退伍回来 马三退伍 这边 好像也是 这个门宫就看着有点晕 马三退伍 马五退伍也跳不上来 跳上来 这随手打 红方呢 就是说解 是肯定容易解 比如它简单一点 泡五瓶酒 泡五瓶酒 对 下不把相飞起来就 红方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黑方 这个足三体走出来呢 泡足平三走出来呢 对红方呢 就是说的 这种攻势呢 会得到遏制 对 红方不容易呢 一下 好 大打出手 那他实战这个打兵 这个 实战黑方 他也是想 一个拼命的走法 他不是 他是想以攻戴守 以攻戴守 他这个不叫拼命 是吗 因为这个棋 严格意义来讲 黑方呢 是没有 真正的这个攻势 对 这棋肯定是红方主动 红方这个鞠马 这个位置啊 对 但是黑方这种呢 就是反击的 早了一点 对 实际不太成熟 当你的反击严厉的时候 你就会对红方有打击 这个反击呢 红方呢 他给你呢 看破了 什么要看破了呢 他觉得你这个反击对你 没有他这个进攻厉害 对 他 你这个打相 他给你打 给你打呢 这个棋红方 反而越战越勇 这个棋红方等于是 比较生动了 是啊 就等于这个炮子级六呢 属于出击过早 对 而红方呢 对他呢 置之不顾 全线进攻 这个思路是对的 然后他走了一个 居立平四 对 居立平四 这个棋呢 赵新完全别想到 红方这兵武吉 他可能 兵武吉 这个红志 其实走得很漂亮 这个棋 就是这个全力进攻的时候呢 红志还是 这个真不简单 对 但是这个地方 他没跟上 他如果走出马来进 我可能这个战斗 就可能不会拖得那么久 这好不能吃 吃鞠二斤二 吃我就拉住 你下部再打 你那边空门了 你不吃呢 这个棋 你也很痛苦 我冰谷级一度过去了 这个四路鞠被挡住了 对 这个棋 黑方这个等于 挡住这左翼太空虚了 所以说赵新一呢 就是这个炮 炮级六 这没想到红方冰谷级一 这鞠六平四呢 就是等于脑子一下 抑制了 怎么红方不理我呀 这个中冰一下就冲过来 那我先把他马捉回去吧 但人家马来进武 赢了还是这样 这个棋 黑方就太难下了 但是红志呢 这个也临场呢 忽视了这个将 他走得比较稳 他又退回来了 对 退回来也依然优势 他想俩马连环啊 这样 打一将 这个退回来呢 倒也没有大的问题 对 然后黑方呢 先走足以 对 然后就等于是黑方 打了红方一个像 但是红方过了一个中兵 并且红方这个攻势呢 比较有后续 那这交换肯定 黑方压力太大了 黑方这个棋 应该说是已经坏了 是 这个棋 所以冰武精英 这个战术手段很好 对 这样子已经很难下 这个中路进攻啊 赵新可能真是没有 去设想 对 忽略了这个问题 居四平齐这一走 然后我们 他是走的马齐 进五 对 他是走马上进四 是这样 就是说 他应该马齐 马齐进五这个棋呢 对 应该说这个 更加看好 因为下步棋 可以再相机走马上进五 如果你泡几瓶酒 他正好泡一推 对 如果你这个居进来 可能洪方这个中英 就要冲下去了 这个机会 应该说明显洪方呢 比较厉害 因为这个将来这个兵一平啊 这个到处都有闪击 那具体变化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了 总之 马齐进五 对 关键这个 他实战呢 走的是马三进四 步入马齐进五更加好 但是呢 也依然优势 对 然后黑方走居七进三 这个地方呢 洪志呢 也体验出这个 非常老道的这个地方 就是黑方有炮几瓶酒 这个反击 我现在这个立体攻势 已经形成了 但是 还不马上呢 能够治对方一死地 所以在进攻当中呢 来一个集庭 这个经常是 在象棋的 对战思维当中 和战争思维当中 是有的 叫做攻不放手 是 在进攻当中呢 随时要居安思危 这样黑方就 攻势就被化解了 对 把你攻势化掉以后 然后我再 展开全线的进攻 对 那好观众朋友们 这个精彩的中局战斗呢 即将打响 我们呢 稍事休息 然后呢 稍后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好 各位企友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呢 给大家介绍 这盘精彩的队局 洪志上一招棋呢 是走退底局 这招棋应该说是 好棋 接下来黑方呢 看到这个攻势 尽管被化 也没有办法 对 也只能去寻求对攻 跳马 那么洪志呢 也没有考虑马斯金六 也很好 可以稳住 控制局面 对 洪方就决定呢 直接进攻 对 直接进攻 应该说呢 给我们齐民也带了一个 对攻面 局面的这种 体验 接下来黑方走马尔进三 来争取破坏洪方这个中炮 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事后研究呢 就是洪方比较简单的 应该走炮物金 炮物金应该说 黑方就比较难下 这个棋 红方呢 应该说 将来这个撞向 马斯金六啊 这里边应该说 棋还是比较多的 不太好防守 当然这里边有一些 复杂变化 先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为大家讲太细了 总之呢 就这个棋呢 红方 的思路呢 就是可以强行进攻 登下 如果你砍冲炮 当然我不能去登 对 这会儿可以 跳一枪 你一打回去 我就可以吃菊了 你出来 我再吃这个 这个棋呢 是杀棋 对 你只能退菊 就有一个姜 你要是上马 它马蹄对六就占油了 对 你电菊 它就给你姜 比如你再躲 它还可能得平这儿 让它回马 对 让它退一步 然后它可能也得平炮僵 这个应该说 黑方也没办法 这种电炮 这交换了应该说是 对宫中 红方有很大优势 对 对 交换吃掉再僵 反正总之呢 就这个棋呢 也是红方的优势 但是呢 由于呢 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给大家细说了 对 红方呢 倒可以呢 考虑呢 这种直线进攻的思维 实战呢 也是很精彩 后来这个 两人这个 相互这个 这个 对攻 这样的一个棋 实战它这个直接 炮进三 然后黑方呢 走了一个好棋 对 就是这个棋呢 面临着红方这个 即将要兵骨鸡 马自尼六这个动作呢 黑方必须要采取 措施 对 才去反击 黑方走 炮进三 探到这个 齐和 准备反弹中炮 那就是炮进三 给黑方多了一个 进炮的机会 对 然后红方 兵 武击一 这好像就是 两人都在中路 这个开展这个攻势 嗯 据说的 这个临场呢 两个人都花费了 很多的时间 对 所以说呢 这个后边的 这个招法呢 也难免的 有一些疏漏 对 可能特别是赵欣欣 可能布局以来啊 这个开局的压力 就比较大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比较吃紧 对 在这里的时候 他应该是 时间很紧张 对 都在独秒的 所以说这会儿 随手走了一炮子苹果 应该是向三 进五 直飞 直接飞掉 飞掉以后呢 将来再考虑 炮子苹果 对 根据这个机会吧 需要 嗯 而实战当中呢 他先炮子苹果 将呢 节外生枝 这多了一些变化 对 红胖马 跳马 那你这个兵啊 也肯定要飞 你不飞 那只能飞掉 幸福大患 红胖这个时候呢 这个一路炮啊 对 又闪展腾多 正好有一个炮一瓶八 这么一个杀戏 起到了这个 很关键的这个作用 对 那黑方只能出降 出降 这个棋呢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 就最后就是由于 这个炮子苹果将啊 让这个炮放活了 对 最后黑方就输在这里 可能飞兵 这个棋呢 就是说 时代当中的红方啊 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 这个进攻的线路 对 他就是一将一进降 他又走这个 他将来将去 实际上 走这个地方呢 红方有一个 直观的走法 就是直接点局 对 最二进六 点局黑方就只能 十五进六了 对 这个先防守一步 红方也可以先平吧 反正道理都一样 再平 然后再拙 他的直视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可以马四进二 这个换局 这个又下到了一个残局 那黑方也只能交换 交换 红方马三进四一登 好 这是要抽紫 这也进不了将 进来马四进六将死 只能马七进六 红方再接下来 马四退六 好 那这马三进四 对 这个大家初一看呢 眼花缭乱 可能这个体质 看不清楚 对 但是呢 确实还是红方优势 红方可以先马三进五 或者它泡瓶酒 对 灯像好像也是一个选择 泡瓶酒吧 对 泡瓶酒 简单一点 嗯 那得拦住 对 这个足三进行拦住 因为你灯这个不行 灯这个打僵以后 就灯回来了 对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带僵 这时候正好有个灯像 对 那黑方只能马四退五 这又是一个交换 又是一轮交换 一将 进将 马五进七一将 然后出将 红方这个时候 关键有于马七退六 正好把这个中路的威胁 给划进 对 他也就炮五退一吧 赶紧拦住这个四路跑 那炮五退一就可以 对 这将一军 将一军 进将 他可以炮六平五 对炮 对 这个棋 就是说的 这个残局应该是 红方有多兵多像 但是 有很大的机会 你要灯这个炮 他是灯一枪 灯这个 对 你如果换掉呢 他飞着你这个 这个棋 给大家多啰嗦了句 你灯这个 他灯回来 对 然后你再回 他在拱 他在打 对 然后他回马灯 你平炮挡住 红方在兵一心 对 这个棋啊 最后的结果就是 红方这个边兵 可以无人之境 可以把这兵给吃掉 最终呢 靠着这个炮 把这兵吃掉 形成马双兵 对炮足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 这个拆解的一些变化 对 总体来看呢 就是红方呢 就是这种走法 还是比较实惠的 可以呢 确保 这个优势 G2G6这个变化 好像是 应该是本局 很可以选择 我们再把这个棋子 复原 这个棋子比较多 但是呢 红方这个G2G6 确实 实际上没走出来 也非常的可惜 这个黑方 这个下得很顽强 能防守到这个要点 对 总之呢 就是这个走法呢 就可以呢 就是说红方 这个时候走G2G6 对 他实战呢 他是走的将 对 进将 然后马斯坚 这招棋也不错 这也很巧 也是对黑方呢 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威胁 对 这正好好像不能吃上来 一等他G2G6是杀棋 对 就是说你那个 很难防守 还是一将炮足拼吧 还是这个思路 对 他只能狙袭推二 先拦住 让红方又炮足拼吧 对 这又是个巧招 这不能吃炮 金马一灯是杀棋 对 就把这个炮白吃了 对 那黑方只能再出将 再出将 红方呢又金炮打 反正这个 接了这一串招法 对 养花缭乱 太巧了 这个招法 这个不能吃 吃一灯将 这个不知道走什么了 对 上将进将 这个炮将都很厉害 对 那他只能再逃局 他聚心 局没有好位置 只能聚心 这个地方本来红方呢 还 这个还是占一点优势 就说他暂时 两个谁动不了 这个地方 对 就说你拘教杀不行 他吃这个 然后你长起来呢 也不行 他就手累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双方吊在这 谁也不能动 那么红智呢 忙里偷闲 他打了个边兵 这个对杀的阶段 就下的这个 他走的也挺有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蹬出来的时候 我也吃你 这个有二度家居炮的手段 对 双方是五个大子 在这儿交 底线还有这个攻势 这个棋应该说 双方杀的非常的激烈 对 他最后 他直接就马三间二 这个也是个杀棋 马二推死 就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黑方呢 就说的也不是特别好选 是不是也可以先落个像 防止这个底线的 这么一个攻势 因为你这个马二进三 蹬掉 我可以一炮打回来 你再讲 我可以退底炮 对 这个落像先看 你说这个办法还是不错 看看红方的态度 对 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棋 画一下 当然说红方这个棋啊 对 前面错过了 这个G2进六的绝好机会 这个棋呢 就变成护缠 当然说的 这个红制呢 最终呢 还是笑到了最后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实战 也很精彩 他马三间 这是个杀棋 这个G2进二 红王 掌局 对 然后他马七进八 这个招没了 对 他就蹬掉 这没两刀棋了 对 这个棋大家都想不到啊 就说这个棋啊 这五个大则 这个进攻的这个阶段 不是 就是大家想不到什么呢 这个棋这么复杂 对 突然干而止了 两刀棋以后 黑峰就输掉了 对 好 因为你拒躲不开 这马有僵啊 对 那黑峰呢 这个登马呢 也是正常的 对 然后呢 就是怎么干而止呢 他拒一僵 对 对 他后来是时间 主要这个进降啊 这个太 不可思议在哪 这个炮一捂啊 就一点解没有 你什么僵啊 人都可以不理 就出降 对啊 这个炮酒精四 这个沙发 没法解 怎么都解不开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也很难相信 这个赵新 那只能说这个 双方对攻的啊 太激烈了 对 然后赵新新啊 这个耗费的大脑细胞啊 太多了 突然断电了 他肯定是一直想着 我们帮底线降 所以说 这个居降 这个进降 然后底线一降 然后落相 然后下底炮杀旗 他正好有一个知识 对 可能在考虑这些问题 那还是说不清了 对 因为支这边有点二路啊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赵新新啊 就是应该一降的时候呢 它垫炮 对 老件 你打马再把炮呢 退了就回来 这个起的应该说 双方还是都有的下 是很难 这本来这个起的 很难说的一个 非常漫长 结果呢 赵新新的一个 巨大失误 被红方一炮 摆一空头 对 这个当头炮 就闷攻绝杀了 对 他最后是一将 这一出帅 出帅 那么碧桂园的比赛呢 也是进行了五届 对 也成为这个向旗 有向旗的奥斯卡支撑 对 这个因为奖金高 这个今年冠军 拿到了八十多万 对 这个冠军奖金呢 这个逐年上升 从第一年的六十万 现在已经升到了八十五万 应该说呢 这个 也感谢像碧桂园 这样的这个知名企业呢 对向旗的这种观案 对 也希望有更多的 碧桂园的涌现出来 好 感谢大家的今天的收看 好 谢谢您 好 也再次希望大家呢 多关注一下我们上期比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再见